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来陪我喝一杯 一会儿老板娘吵架了 因为那个表姐 她这可表姐肯定有问题 怎么了 她居然背着希希私下找我 这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姐姐 应该做出的事情 私下 她对你做 这也太好了吧 我和希希说过 我可以给她表姐租一套房子 让她早点离开顾家 但希希却不同意 我不知道她在坚持什么 但我总觉得她和她表姐之间 非常奇怪 对了 你帮我查一下她表姐的身世和来历 动作要快 我查 不然呢 好 我查 但你也得给我点时间 我得慢慢查 好好地查 贺锦西 你私下去找希成了 我跟顾希成私底下说几句话 也要向你报备的吗 别太过分了 素颜希 是你纠战确长 我只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对希成的感情和合约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你怎么不敢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呢 如果你有勇气跟她坦白 我就没什么机会了 天下乌鸦一般黑 别只说别人不看自己 你到底要怎样做才肯收手啊 你把妈妈还给我好吗 很简单 第一 第一 从顾希成那里拿到三百万 还有第二 第二嘛 就是顾希成现在对我成见太深了 我不希望在她心里是这个心 我要跟她单独吃个饭 你安排一下 你别做梦了 我是不会替你做这种安排的 这么无情啊 那你就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妈妈了 你别再拿妈妈威胁我 我是绝对不会为了你 去做这种没有底线 还伤害别人的事情 好啊 不过我也把话说在前头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三天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如果我不能拿到三百万 如果我不能单独跟顾希成一起吃饭 那么我就到所有人面前 拆穿你的真面目 并且 我还会把妈妈带走 让你永远都见不到她 何锦希 你别太过分了 过不过分的 就看你的表现了 三天 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好 喜成 我到底该怎样做 才能见到妈妈 也不伤害你 好 你回来了 你怎么睡沙发啊 我帮你去找找 你喝酒了 你喝酒了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没有 我只是和司徒随便聊了两句 真的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今天下午说的那些话 都是我情绪上来说的气话 好 本来你的表情来看望你 是应该把她留在身边的 既然你不希望让她走 那我就听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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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